理想说理想L9是500万以内最好用的家用SUV 何小鹏说小鹏G9是50万以内最好的SUV 那华为的虞成东虞大嘴 那怎么评价自家的问界M5EV呢 全世界颜值最高的SUV 问界M5的前身的是赛利斯SF5 那被华为赋能之后呢 销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问界M5前期呢只推出了增程版的车型 它弥补了电动车在续航上的不足 又延续了电动车加速快线性的特性 在这车上市半年之后呢 问界M5EV纯电动版呢 即将在9月6号的华为秋季发布会上公布价格 那对于颜值呢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审美 也都有不同的评价 那问界M1V呢 作为华为自家的孩子 那在于成功的心里呢 肯定是最漂亮的 好 我们来看看问界M1V 它在前连整个设计相比于增程版 有什么区别 那首先呢 就是前连采用了一个封闭式的进气口 然后呢 下方呢 采用了一个可调节的一个进气格栅 大灯的设计呢 与增程版也有不同 整个看起来呢 也非常简洁 那最后呢 其实就是两侧的通风口呢 也是有所区别 增程版呢 两侧呢 是一个LED的日行灯 纯电动版呢 它采用了一个导流槽的一个设计 那这三处的改变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问界M1V纯电动版呢 整个前脸的气质呢 也是比增程版更好看了 然后官方称这个前脸呢 叫鲨鱼鼻 整个的设计还是非常非常的精简 那侧面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从轮圈上的造型就可以看出 这个呢 纯电动版采用了一个低滚组的轮圈设计 轮胎呢 也是与增程版的一样 轮胎采用了背耐力的P0 然后是以性能为导向 它的整个车身尺寸呢 跟问界M5的增程版呢 是基本上一样的 车长接近于4米8 然后车宽呢 1米9 车高呢 1米6 整个的车身长度呢 因为前脸的造型经过了一定的改变呢 所以 它与增程版在长度上有一定的区别 那现在问界M5EV的参数配置还没出来 但是我们在试驾场地里边呢 其实发现一个特点就是 低配的呢 可能采用了一个单向弹出的门把手 那高配呢 是采用了双侧 双向弹开的这么样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呢 也可能是区分高低配的一个区别 那尾部最大的区别呢就是问界M后边增加了一个EV的标志 这个标志呢 很小 如果你从远处看呢 基本上是区分不出来 这到底是增程版还是纯电版 那其他方面呢 这个设计呢 与增程版是一样的 贯穿式的LED尾灯 可点亮式的EITO的logo 内饰整个与增程版的设计呢 还是完全的一样 全眼镜仪表呢 是10.25英寸 中共屏呢 是15.6寸 整个尺寸呢 还是非常的大 全眼镜仪表呢 它显示的功能还是比较多 另外呢 它采用了一个纯电动的一个驱动结构 所以呢 它在形成啊 电耗方面与增程版有一定的区别 问界M5EV内饰最大的特点呢 它就是车机系统升级为鸿蒙的OS3系统 整个的车机系统呢 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终端的链接 然后可以在多台设备之间 实现调用流转的操作 那第二个升级点呢 就是HUD采用了一个自适应的一个设计 根据你的视线来调整 自适应显示信息的高低 整个中控台15.6英寸的大屏呢 它集成了很多的功能 鸿蒙OS3车机系统也集成在这上面 那另外呢 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包括应用市场 你可以下载很多你需要的软件 另外呢 整个这个车机系统的流畅度 包括便捷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打开很多的软件呢 它车机也并不会卡 那我个人来说呢 其实并不太喜欢 把空调的调节呢 集成在中控屏上 那我其实还是更喜欢实体按键一些 因为相对来说呢 操作起来更加的方便 那纯电动车呢 为了更长的电池循环次数 很多的厂家呢 其实推荐用户将电池尽量的不要充满 所以呢 问界M1V里边设置了一个充电限制 那推荐用户呢 更多的时间呢 日常呢 将电量充到90%呢 就可以了 整个前排的坐姿呢 其实根据电动调节 可以适应不同的坐姿 所以呢 整个的舒适度还是能够保证的 座椅呢 具备通风以及加热的功能 靠枕呢 具备呢 一个可调的功能 然后后边还挺转的 所以呢 整个坐起来 还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问界M1V的轴距呢 是2880 所以呢 你不太需要担心后排空间的问题 整个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 还是非常非常的宽敞 包括座椅的舒适度 头枕也是很舒服 那问界M5EV 它驾驶起来 与增程版有区别吗 答案是 没有太大的区别 首先 它们的驱动电机呢 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试驾的这台呢 最大功率呢 是200千瓦 最大扭矩呢 是360牛米 这个帐边数据呢 跟基本上现在主流的燃油车 尤其是2.0排量 这个黄金级别的参数差不太多 但是呢 整个架起来呢 轻盈感的要好很多 首先 这个车的自重呢 是2.3吨 比如说 对于燃油车的2.0T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重的 但是你放在一个电动车上面 那它开起来就很轻盈 首先 它是采用了一个后轮的驱动 后置电机 然后再加上单持笔的变速箱呢 所以整个开起来的感觉呢 要轻盈的很多 那我相信后驱版呢 应该是主销车型 因为它兼顾了续航 以及电耗很低的 这方面的一个诉求 那实际驾驶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车 其实感觉还是很好的 它的悬挂呢 采用了前双叉臂 后多连杆 尤其是双叉臂呢 可能在很多的运动车 实际上 它有配备 因为这个结构设计呢 可以将前轮保持在一个 始终垂直于地面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你在 平常驾驶的时候 或者说平常温柔的驾驶 它都能给你保证一个 侧向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 同时保证它的舒适性 那另外再猜一下 200千瓦的功率 360牛米的扭矩 将这台车推到百公里的时速 需要几秒 答案呢 是7.1秒 这个成绩呢 跟增程版呢 是也是完全一样的 那纯电动车开起来的性能 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200千瓦的功率 360牛米的扭矩呢 将这台车在7.1秒之内呢 就可以推到百公里的时速 所以呢 这个加速能力 对于日常的超车呀 然后兼顾的驾驶舒适性 还是很好 转向方面 问界M5EV的开起来呢 基本上与增程版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路感 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开起来呢 也是比较沉稳 当你原地掉头 或者挪车的时候呢 其实单手呢 也可以操作 这一点呢 对于女性车主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友好 那关于驾驶模式方面 问界M5EV呢 同样配备了三种的驾驶模式 那节能 舒适与运动 那不同模式下的油门响应呢 动能回收呢 是有所区别 那如果说日常行驶来用的话 其实舒适模式呢 是更好 因为这个模式呢 更多的兼顾了日常的动力输出 以及动能回收时候的 对于车辆的拖拽感呢 也是比较小的 但是当你调到节能模式的话 它的动力呢 其实你踩下去 就是很疲软 这个呢 其实也是为了一个 节能方面的一个诉求 另外 当你抬加速踏板的时候呢 其实 它的动能回收呢 可以将车辆直接 起到一个杀停的作用 那切换到运动模式下边呢 其实车辆呢 就浅得很暴躁了 对于日常驾驶来说 可能运动的不算是特别多 因为你在节能或者说舒适模式下就可以满足了 问界M5EV纯电动版的电池容量呢 是80度 电池呢 是来自宁德时代 那后驱版的呢 它是工况续航做到了620公里 那四驱版呢 是做到550公里 那就是续航来说 其实620公里版本的后驱版呢 应该是主销的一个车型 总的来说 问界M5EV呢 是在颜值层面有一定的改进 但是呢 整个的气质呢 确实提升了不少 那内饰呢 它升级了全新的红墨OI3系统 这个车机系统呢 让问界M5EV呢 走在了整个所有电动车里边的最前沿 那关于价格方面 这个车呢 现在没有公布价格 那增程版呢 是在26到33万之间 所以呢 根据增程版与纯电动版 其他厂商的这个定位呢 可能纯电动版的价格呢 要贵 那具体的价格呢 我们需要等到华为秋季的发布会上 来最终的看到它